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气还冷 夏天的时候就不穿里面这件黑的 我考你一题 假如你参加奥斯卡伴奖礼 你会怎么打扮 当然就是要显现自己的长处 然后遮盖自己的短处 裙子短点显得腿长 不行 裙子还得长一点 因为那种大长面还是得要长裙 喝点今年的奥斯卡看了吗 看了 看了有些作为导演 中国导演很心酸 但是不是不光中国导演心酸 我听说今年奥斯卡有点不成 收视率下降了9% 好像是吧 奥斯卡也不是今年不好 就是逐年开始下降 很多年了 所以美国电影科学爱学会 他们就一直想让年轻人能够关心 关心这个颁奖礼 所以俩主持人这次都找的说是这个吸引80后的位了 是吧 偶像似的 偶像似的 结果就证明了主持实力还是不如我们的 你刚考完我 那我要考你 其实奥斯卡金项奖颁奖李他的英文原文是Academy Award 其中根本就没有奥斯卡这三个字 奥斯卡哪来的 是那个奖杯吗 真的啊 哎我真不知道这事 对 他奥斯卡是谁的名字 是一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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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一个工匠 张国芝的孩子的名字 是一个我记得是一个谁的亲戚是吧 叔叔 好像就是那个艺术与科学院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领导 一位女士 然后他看到那个小金人的时候 他说 哎 哎这长得好像我叔叔奥斯卡 然后竟然大家就昵称那座小金人叫奥斯卡 然后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 就后来美国也把这个所谓的Academy Award 证明为奥斯卡金项奖 哎呦 而且呢他们说这次啊 你说吸引年轻人啊 这个国王的演讲 哎我发现台湾翻译叫什么来着 王者之声 王者之声口接吧 口吃啊不应该歧视 口吃啊 哎 但他们说都是一帮老同志才会评出这个 所以Facebook才没得奖 其实我觉得奥斯卡的这个评委啊 他因为是这个5000多人 五六千人啊 五六千人呢 而且呢大部分呢 这个投票的有热情的呀 是老的好莱坞的这些各工会的这些没有什么工作 对对对 对对没事干 他们第一呢 就是说他首先要把呃这些电影都看过 而且呢他们有那种这个评委啊 看片的单独的场所 你要开车去看 要预定场次 嗯 所以呢你看完以后你才有投票的权利吗 啊 那你很多人都在摄制组外外面拍戏呢 他有的看不到 看不到有些人可能就放弃了 有些年轻的一些工会的会员他就 评委他就不投票 嗯 所以呢 奥斯卡呢一直呢其实呢是一半是老人的一大半是老年人的审美 哎呦不完全是 你比如我个人其实我是希望这个社交网络 社交网络是获得我喜欢这个片子 其实我不是说国王这个片子不好 因为我觉得太英国了 就是太那种 这个传统还是 他们就说反正叫重规重矩 对毫无悬念 没有什么创造力那些 我觉得像像英国那么大的一个电影的生产国啊 呃当年很出了一些很牛逼的导演啊 呃拿了11项金像奖的都有 因为去年的不是也是英国导演吗 去百万富翁也是英国导演 哦对对对对 今年拍了那个127个小时的 对对对 所以呢 他呢拍成这个水平啊 制作到这个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其实我觉得今年比较好的就是入围的比较好的是网络 这个社交网络和这个斗士 斗士咱还没看过 斗士 我觉得斗士的这个谁贝尔拿这个奖确实是应该的 实至名贵 实至名贵 对 哎我是觉得就说这个本来我还看那个黑天鹅呀 嗯 黑天鹅是挺好 但是你看啊 这个评奖是不是有意识形态 我我就瞎想会不会他觉得这个黑天鹅有点阴暗 呃所以就得奖还是得是偏着有点励志的有点这种性质 他有没有这种考虑呢 其实我觉得评委呢 那些好莱坞的那些评委我觉得他们的口味其实就是比较大众 数十年来如一日都基本是没有什么改的 其实我想大文艺片拿奖的机会最多 大文艺片 但是大动作片不可能 对啊 你比如说盗梦空间 没错 不可能吗 阿凡达 对啊 你阿凡达 对像这种都 嗯 他还是还是其实学院普遍的学院讲的就是美国电影这个学院的 他的讲的普遍的倾向还是比较文艺的 哎呀 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呢 其实奥斯卡的这些得奖名单 就是说就像刚刚好是说的就是数十年来如一日 他中规中矩他绝对不会出错 但是呢 其实呃 一些很大的一些所谓的商业片 你不能说商业片一定就是不好的片子 盗梦空间也是很好的商业片 但是他不可能在中间拿奖 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偏好喜剧片 哦 所以很多美国的喜剧喜剧演员呢 就非常痛心的 就常常在他们的那个颁奖里面讨侃 他们都会上去表演 但是他们是永远都不可能抱到那个奥斯卡叔叔的 哎 这是一个什么意识形态呢 啊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美国的一个价值观嘛 嗯 他还是觉得觉得觉得传统的那种艺术的魅力呢 是有很长的生命力 好像是喜剧演员呢 一笑而过啊 笑完就完了 没有生命力 哎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他的一定的存在的道理 但是人家讲了你甭管怎么聊 哎 83岁的奥斯老卡啊 是吧 到现在在世界上也是亡啊 嗯 对吧 你这其他的电影节 听说都一年不如一年了 越来越不行了 国际电影节都不行了 对啊 为什么你还就只有奥斯卡啊 还是这样一支独秀 而且他们就说呀给中国营销上一课 你甭管评奖你高兴不高兴 呃这个利润产生的利润这一奥斯卡颁奖礼啊 你这都6亿多美元呢 6亿多美元 这顶几个大片啊 他们怎么弄的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奥斯卡能够继续还还还能这么这么弄得很耀眼啊 很奢华的原因 哎 何老我就这这个哪壶不该提哪壶啊 你说咱们这个经济卖花 一年的这个公司的工作就是干这件事情 嗯 所有的员工一年就干这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要把这个盈利模式啊想的非常非常的好 哎 除了广告的赞助商啊 电视版权怎么卖啊 网络啊 今年改成网络收费观看晚宴啊什么等等等等这些 啊对对对 连事后的派对 哎哎这些花絮啊都是必须你要去那个那个社交的网站 是吗 推特是吧 推特啊 嗯到那上去交钱 5美元你就可以参加那晚宴在网上参加 哎呦 所以他这都是营销嘛 哎呃但是呢 你我怎么听说您现在都不参加中国的这个 我是金鸡百花电影节 我很早就拒绝参加 你不是导演协会的吗 我导演协会的 他是影鞋的跟我没关系啊 哦你们内部还有这会到门的分别 这不叫内部哈哈这是公开的啊 因为呃我因为我觉得越越越半越越差 越半越烂 所以呢我呢就不不参加 你指的差和烂是烂在哪 因为我觉得呢 首先呢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权威的专家讲 你的所有的评委的专家的 我们叫资质哈啊 我们我不认可 怎么说呢 对吧因为有里里边很多官员啊 哦对吧 他本身也不是这方面专家 他也不懂啊啊 对吧不懂呢 还装着说很多的很很内行的话 哦 这非常可怕啊 就是因为我也做过金鸡奖的评委 你知道吧 以前那个金鸡奖呢 我一看呢 当然也有一些不懂的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呢 还还还还还行吧 就那时候还算严肃 嗯 现在我觉得就就有时候连严肃都 谈不上 怎么就不严肃呢 不严肃就你提的那个骗子 你说他得奖得奖 他得有原因呢 对吧 那评语写的极其弱智 你想想你你你你一看就这么 因为全年的国产电影 我们也都看 嗯嗯 我们也都看 我们有我们的职业的眼光 当然不一定我喜欢的 一定要得奖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整体的一届一届 你就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金鸡奖的水平是 是就我就觉得就停了 不要翻了 那个因为我不是个电影人 你不是吗 我当然不是 我不是根本 演过电影啊 好像是演过电影 但是不是演过电影的 就叫电影人 看过电影的就叫电影人吧 嗯嗯嗯 那我我在这里 在何老师面前 我充其量就当个观众 如果说你让我来说 这个这个 有关颁奖的事情 我我我必须先说 你有一点点 对这个中国的颁奖礼不公平 怎么讲 奥斯卡这个颁奖 这个颁奖礼 他是一个面对全球的 一个颁奖礼 你要知道他的每一次曝光 他的这个 这个卖的这个版权 他收的钱是不一样 你要知道他每一个艺人身上的穿戴 甚至于吃住 他都是排队一溜一溜的 可能一个一个一个 只是入围的女演员 他眼前有四五十个品牌 近一百套的衣服让他在那选 上百万美金的饰品 等着他他那指说 OK我要这一套我要那一套 因为只要被点名点上的那一套珠宝 或者是那个设计师 或者是那个品牌 就是他的一个叫做什么大翻身的 增值了 其实我觉得大陆的 现在这颁奖礼明星穿的衣服 也都各大品牌赞助的 很少有自己做 你想想有些一线的明星 一年要走多少回红地毯 自己花钱买衣服 自己找服装师去订做 怎么可能呢 对吧 也是各大品牌去赞助 这些一线的这些女明星 对吧 甚至男明星的衣服都是赞助的 对吧 赞助完了 包括首饰你带完了 都一样 但这些赞助他并不会 他不会就忽然之间 他就身价百倍 但是只要被奥斯卡的入围女演员 或者是这个得奖女演员 穿戴过的东西 他会成为一个所谓的经典款 可能就永久的供在某个品牌的 那个店里面 他有几亿的收视力 我们的这个颁奖礼 半月半月 越越越越像一个 我看的还是说 这个东西 你得研究一下 就是怎么样能够做出这个信 这种信誉 这种你比如说 不光说你穿的这个衣服珠宝 你只有得了 就是奥斯卡奖 是真能产生票房的 就一个电影 你得奥斯卡奖 那就跟你说的这些一样就增值 包括你得奥斯卡什么男配角奖 从此之后 哎张艺谋张伟平可乐疯了 就是说这得男配角奖的不是也正好 他们好像先知先觉张大演就知道 哎选他远近给他们现在的叫金灵 十二拆十三拆 对吧 这一下说哎呀票房没问题了 这家伙贝尔得奖了 结果他这一选 这个还不光是我觉得选择他演这个一谋这片子 在商业方面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这个操作 因为什么呢 他不光是大陆的票房 他因为他这个演员得了奖以后啊 他的录像带啊 就是DVD的版权 电视台的版权啊 在网络的版权在海外全球的销量啊 会真的翻起翻倍 所以呢 他这个的盈利空间就一下就变得非常非常大 他那个你像美国的片子很很有意思 就参加奥斯卡 他要是每年的十月三十号以前上话的电影 才能参加奥斯卡 那十月三十号以前在美国北美地区上话的电影呢 实际上在北美的票房已经卖完了 已经下话了 奥斯卡是什么呢 得了奥斯卡奖以后 这个影片在其他的地区发行和销售版权的时候的增长 对于海外的推广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他这个片子是什么呢 一般呢 不像我们 我们的电视台收购一部电影 有时候经常是一下就买你50年的 因为著作权规定50年 他给你买死了 对美国呢像他卖你卖你两年 你两年完了 你还要再加钱你再卖 在这两年中 可能在一年中你拿了奥斯卡了 第二年度在卖你的时候 你拨出一次不是十万美金了 也可能一百万美金 所以他后面的这个利润空间的这个非常非常 所以这真是小金人啊 怪不得他是能产生金的啊 枪枪三任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广美你说今年这个谁 这纳塔利波特曼呢 哎呦我发现人家这个履历啊 我注意了一下 这就是这种女的 就说现在这世界上 你们女人素质都能高到这样一个 原来他就是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边 那个小妹妹啊 那个小女孩啊 13岁就出道了 哎呦你现在你瞧瞧 贝尔也是吗 13岁就了 他们外国人怎么现在都这素质 就是1981年6月9号 你看还是80后 小妹妹对吧 漂亮对吧 跳芭蕾舞 跳的好 还是出生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圣圣地的人呢 导演演员 哈佛大学心理学士 素食主义者 人还不吃肉 素食主义者 精通英文法文 德文 希伯来文 阿拉伯文 无绯闻 不自杀 拒绝嫁大亨 或者著名导演 喝点没希望了 只做聪明女人 不做蠢明星 30岁凭黑天鹅问丁影后 你说这个女的 这家咱高攀不上啊 这家个什么人能 人家 你他现在虽然顶了这么多光环 但是你知道他在那个 初中啊高中的求学时期 他没有任念过任何的什么 那种什么私立学校啊 明星学校 他念的就是 让很多人 这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普通的公立学校 他是一个非常 就是down to the earth 就脚踏实地的一个 一个女演员 所以真的非常优秀 他今年都30了 我的天啊 对还怀着孕呢 你想这他真是丰收的一年 这今天对他来说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他拿奖 确实也是应该的 应该的 这个应该的 演员太棒 你说这怎么就能够人才辈出呢 何大夫 要不说他们现在讲中国电影 中国电影啊 现在也确实有 咱们又说到演员这个事情了 有说演员拿钱太多了 因为同一种能力的演员 漂亮是吧 综合才能很好 是吧 又有名气 在好莱坞啊 有很多 是吧 你比如说他没有档期 他一定有档期 对吧 咱们是什么呢 一旦某一个演员没有档期 咱们戏球备赶紧停 要等 投资人也很简单 他不来 这个戏咱不拍了 他会有这个逻辑在里面 因为什么呢 我们的演员啊 好的一线的 不够那么多 对 我觉得那我不听中国 说中国电影什么繁荣啊 但是你繁荣也非常好奇怪的 你看啊 实际上一年拍好几百部电影的 但是基本上你看 张艺谋冯小刚 陈凯歌还有谁啊 这个这个这个 姜文 姜文 反正啊 你说他们好坏 都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还就只有他们这几个 你发现没有 晃来晃去 包括你现在说实在的 我看电视都看烦了 你甭说电影了 就是电视剧 你感觉就是一会儿串到这 一会儿串到那 一会儿 中国13亿人口啊 没人了吗 我觉得 经常你去换电视台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呢 今天一晚上有40个台播的 是一个人演的 没错 尽管剧目是不一样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你比如说你看人好莱坞这题 我觉得前一段电影界也讨论了 就说现在不是有很多电影公司上市 或者准备上市 或者已经融资成功了 是吧 很多电影的投资公司 但是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 不缺钱了 中国电影最缺的什么呢 缺的是人才 确实是缺人才 不光是缺导演 演员很多 好的演员很少 为什么好的演员 你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演员在做什么呢 我们的演员 因为演技这个东西啊 是需要这个天资的 我们的演员呢 更多的呢 偏重于姿色 就是你比如说我演戏演得很成功了 等我已经成功了的时候 我还要去做什么大受炼针 做美容啊 什么就整理 这不有病啊 是吗 对吧 对吧 我举例子 就说他成功的时候 他成功的一路不是靠姿色 他是靠他的天资 天分和他的努力 那等他一成功了 他开始考虑外部的东西 这就逻辑上就不对嘛 对吧 因为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 对对对 我自己倒有另外一个看法 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 好的艺人 或者是好的 不要讲明星 就是好的演员的养成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真的是很不容易 但是观众是没有那么多耐性的 观众是没有那么多耐性的 你看今年的Oscar 所有入围的最佳女主角跟女配角 全都是母亲 都是为人母的了 也就是说他们都已经有过一定的人生经历 你叫一些初出茅庐的一些十几岁小女孩 你没错 他可能有那个 我跟你讲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文化问题 我觉得现在中国已经好多了 你过去咱们说大陆明星还好一点 香港明星有女朋友都不能承认 有男朋友不能承认 不是有病吗 对不对 你明明有嘛 你明明都有孩子了嘛 你还说我一个人我单身的 我还造成很多你是不是这个情况 你是不是那个情况弄了很多误会 所以在西方的演员不存在这问题 我爱了 我结婚了 我生孩子了 我该演纯青少女 我演纯青少女 我该拿奖 我拿奖 没有这概念 我们这为什么这么去包装明星 是啊 就为什么单身的明星就一定值钱 那就莫名其妙嘛 这逻辑莫名其妙 对吧 你看现在都公布了 不是都都挺好的吗 也没怎么着 也怎么着了 为什么呢 我就莫名其妙 香港和台湾很多演员 为什么要这样和经纪公司 为什么要这么去包装演员 我觉得这是有一种以讹传讹的因素 这个而且还有一种群众性意淫的这个原因 什么呢 其实说起来还是有点愚昧 我就说什么 对吧 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听人跟我说 我说你们香港明星 为什么好像就瞒着呢 他说早年发生过那个事 说这事是从日本影迷那传过来的 就有人说成龙是结婚了还是怎么着了 然后有个日本影迷就要自杀 是吧 说因为发生了这个事 因为港台这个娱乐的这种模式 就是不公布是为了怕人自杀 是这逻辑吗 慈善吗 这边没有 希望公交 对啊 不会有宅男对一个已婚的女明星 还会有什么狭想 不不不不 不安的 你对这种 不安的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可能会有客人据 不可以 我一点多加 Found a phone 我应该打电话 还照样当天话 我应该是什么 我应该是什么 我应该打电话 我应该打电话